今天會介紹四款 專門是唇部保養藥用跟護唇膏 是我最近擦我覺得非常有感的 然後我這邊要趕快推薦給你們 其實剛開始會 開始要認真對待嘴巴這件事情是 應該有兩三年了 就是長時間在擦口紅 不會特別去保養嘴巴 例如說我可能擦個護唇膏 好像擦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的嘴巴就開始出現 可是會莫名其妙的起皮 起死皮或者是脫皮之類的 無論我擦多好的護唇膏 通常這時候醫生會叫你喝水 吃B群、維他命C跟多喝水 其實就是你要多休息 現在會介紹四款 有兩款是第三類藥用品 然後一個是唇部的美容液 然後一個是護唇膏 好那就先從護唇膏開始 B-Listex 就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然後我就好奇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因為小蜜蜜蜜我以前用過 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當然那是我嘴巴還沒有發炎的時候 但我就想說 好啦這沒有用就用看 這樣子 這個真的還蠻有感的 就是它的皮 就是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翻起來 然後我前陣子有在IG上面貼說 這個真的很好用 結果有超多觀眾都說 這是他的心目中的第一名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多人很喜歡 我以為我用過很多護唇膏了 結果沒有 這是大家心中都覺得很好用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去找找看 再來就是這個 這兩款都是唇部發炎的 在日本是第三類的醫藥品 這兩款都是讓你的唇部發炎減緩 然後皮膚黏膜健康跟加強修復 然後增進皮膚的血液循環 先說上面這個是直升糖的 然後下面是曼秀雷頓的 然後我有查了一下 它裡面是有抗發炎劑的成分 有尿囊素 然後保持黏膜健康的維生素B群 維生素B6跟維生素原B5 還有維生素E 就是加強你皮膚的新陳代謝 然後有效的減輕發炎的配方 是上面的 滋生糖的 然後下面 曼秀雷頓的話 它裡面也有尿囊素 然後維他命E的衍生物 是可以增加你皮膚的血液循環 然後維生素B6 促進皮膚的新陳代謝 它裡面有濾化物水和物 它是殺菌作用的 這個好像剛剛自身糖那個沒看到 它裡面是用自由薄荷純複合物 然後所以它是有一點點薄荷 但它不是那種刺激性的這樣子 這兩款我覺得都蠻溫和的 我覺得唯一差異的是它的質地不一樣 上面自身糖的質地它比較 就真的還蠻像藥膏的 就是它 它不黏 然後也不稠 然後就是薄薄的那種藥膏的感覺 但它是透明的 那修雷敦這個的話 它是比較有感的 有一種叫護唇油 然後也是這種包裝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 就是它質地跟那個很像 就是油感 油油的感覺的那一種 這兩個擦起來都是舒服的 然後我擦起來也都蠻有效的 這身糖也是長這樣 然後它是8克 然後麥秀雷敦的是8.5克 有效比較重要這樣 但差0.5克 然後它們兩個 它們兩個頭不太一樣 自身糖的是平頭 然後麥秀雷敦的是圓頭 就是很像一般的護唇膏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平頭的比較好擦 就是會比較貼合 然後圓的就是很容易會 擠得比較多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口角顏都可以用 就是邊邊會有這種 這種發炎的口角 它也可以擦 然後這兩個 我覺得它們差異就是質地不一樣 就是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質地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是 它原本的包裝是長這樣 美容液 唇部的美容液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都已經要認真保養了 那我就 再買個美容液好了 因為我接下來 我還是會擦唇膏 所以你除了要 美化它之外 你也要保養它 就跟你的皮膚一樣 所以我就又花錢 再買了一個保養液 我想說 就用看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這個好像也很有名 就是很多人都是 它是說 泛冰冰去日本 每次都要買200條的 神奇小物 我覺得有點誇張 但就是 大家可以用用看 然後它跟剛剛那兩個不一樣 是這種比較像是美容用品 就是比較像是保養品類的東西 我先講它的成分好了 我比較認得的成分是 玻尿酸 叫沙丸 這是保濕成分 然後 它裡面還有美白成分 就是讓你的唇部暗沉不會那麼嚴重 或是有傷口的時候 它不會造成暗沉 它裡面就是維他命C 乾草酸二甲 跟大米發酵萃取 它的滋潤成分 是胎盤素 生膠原蛋白 油橄欖果油 跟蜂蜜 然後它的胎盤素是 是採用諾貝爾得獎的 冷凍酵素提取技術 這樣子 好像它的技術是最珍貴的 就是它的技術 讓這罐東西非常的有效 跟我比較熟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通常他們嘴巴乾到不行 我都會跟他們說擦蜂蜜 我其實非常討厭擦藥膏跟吃藥 所以我可以的話 我盡量就是用自然療法 然後前陣子就很瘋 我就是嘴巴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敷蜂蜜 或者是去角質的時候 我就是蜂蜜加糖這樣子 然後就是用蜂蜜加糖去去角質 其實蜂蜜加糖去角質 非常舒服之外 我覺得唇部的那個嫩度會還蠻好的 但我最近都沒有在用 就是因為它現在在發炎期 我用什麼都會覺得好像 好像它就是生病了 所以我必須要幫它擦藥這樣子 這一罐跟其他護唇膏跟藥膏真的不太一樣 這一罐它擦起來 你看 唇蜜的頭 然後其實最有刺激感 就是嘴巴最有感的是這兩樣 然後這兩樣沒有什麼感覺 只有曼秀雷敦的這個 它會有一點點薄荷的感覺 但就是真的是一點點 不會有什麼刺激這樣子 比較刺激的是這兩個 這就是我剛剛前面講 它就是會有一個薄荷的涼感 然後這一罐呢 它也是會造成你嘴巴會有一點熱熱的感覺 你吃辣的時候你嘴巴會這樣熱熱的那種感覺 就是麻麻的 是這兩種不太一樣 而且它擦起來它就是很像保養 就是很像唇蜜的感覺 但是它不會黏 然後它會有一種厚度在 這個的話我會比較建議 你可能像是洗完澡 然後 你在擦保養品前 你就可以上這個 晚上睡覺也可以用 把這個放在床邊 然後 你就可以直接擦 就是我現在睡覺就是放在床邊 然後 睡覺前 記得就是擦一下這樣 它然後弄平 然後它持續10分鐘之後 你再擦你的唇膏 它會留一點點润滋在上面 但我覺得至少有保養品 就擦OK這樣子 這個比較是主要的 所以現在如果你的嘴巴比較容易 所以 起皮 或者是 你完全用化擦 口紅 它會有一個小 有發炎的話 非常嚴重的話 就是 還要不太醫生 雖然我們有遲到溫度 這階段的口紅 大概 有遇到一半 之後 我才有很多 我才好一點 臭血感這樣子 我擦解 深藥類的東西 擦了之後呢 它還蠻優感的 所以 那其實先搭配這個 然後 我擦 我擦 剛剛請問的 最棒的效果 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畢竟 這個是不成膏 所以 我覺得它還是 蠻優質的高 然後 這個比較像是 我擦了什麼 肌膏 然後 我擦了什麼肌膏 然後我擦了什麼肌膏 我擦了什麼肌膏 才會擦 整個肌膏 就是要 這個的話就是 保養成分 所以這個就是 早晚 不停位置 這樣 我會比較建議 這兩個選擇 就是 只剩很多的話 就很難 但這兩個 我覺得 大家總是很喜歡 看玩家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不選擇 那個什麼肌膏 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 碗屁碗 碗的 藍色的 碗屎 我會貼在這邊 那兩個也好 都很可愛 因為 有一個是沒有味道 有一個是沒有味道 我會貼在這邊 我會貼在這裡 像我以為 這個做人的感覺 就很麻煩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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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貼在這裡 但是 我以為 不要讓它 受傷 在這一個 前面 那你 受傷的話 就能夠 再一點 可以在你 全部 但是 它是 可以 加強 防禦能力 真的 不要 太長時間 擦口紅 或者是 你要吃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把口紅 卸掉 再吃飯 這幾個東西 最近 救了我非常多 所以 希望 這幾個東西 也可以救得到你們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得到你們 沒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如果你都有使用過的話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說哪一個對你來講 比較有效 因為這兩個對我來講 都還蠻有效的 所以 就 這樣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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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